大家好 李今天呢要跟大家讲 呃 就是说你如果长裤啊 穿起来发现你的腰 松了 然后你要怎么修改 其实还蛮简单 李我都是直接从就是 屁股这边后面这里 然后你就把 呃 抓看他是 大概是松了多少英寸 那我这件裤子我穿起来他是宽的 宽的大概有1英寸 那因为你 呃后面的 呃后片就是后面屁股这边的裤子啊 是有两片 所以你就是1英寸还要除以2 然后两边去分担那个多出来的缝份 那我的话我是宽的1英寸嘛 所以我就持拿着 然后做一个记号 然后一般那个 我呃我是已经把车线拆掉 然后一般的话呢 你就是看他 比如说他的车线是这样子嘛 他是这样车的嘛 那你宽的1英寸就是这样 就是 把尺这样子然后抓着 然后让他顺 就是照着他原本的车线 然后就是这样这样顺顺的下来 然后就画一个记号线 然后这边画好之后呢 再也就是裤腰的部分 裤腰 裤腰的部分了 这边其实应该把他拆掉 把他拆掉 然后跟你 裤腰 跟你的那个 长裤然后车在一起 这样应该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要先把我的裤腰跟我的那个 裤子本身的布 然后车在一起 然后等一下再 再跟裤腰做一个结合 其实我 录的影片大概就是 讲 讲重点的部分 因为 讲的 太冗长的话 有些人不一定会听得懂 那多 现在多余了 那个裤腰的部分 等一下我再把他请教就好了 好这边车好 换这一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然后呢 把这两边的布 然后对齐 准备要把它做一个结合 然后一样 这个地方要对齐 所以拿个树针把它固定好 我现在在看哪一边的布 比较多 所以那一块布要当下面 这边比较久 让它当下面 好裤腰这里 要从上面一起车下来 这也没有拆好 黏 黏 黏我觉得这样子折 这样折 不好测的话 你也可以先去用运斗法 运瓶 让你自己豪车一点 然后我这里的话呢 重点来 这边呢 我刚刚说了 1英寸除以2 所以是 4分 然后所以我这边 这边要车的线 是4分 上面也要跟着是4分 进来的线 你原本的车线 然后再进来 进来4分 就是 2分1 2分1 1英寸 做好记号 做好记号之后 你就把它连 画一纸线连起来就好了 画这个时候都会保护做好 然后画好之后 我会去看一下我画的这样子 对不对 画好之后就把它折起来 就把布抓好 把裤子移过来一点 不然它一直掉下去 因为这块布有点滑 所以 它就会一直滑下去 好 做好记号就把它 撤起来 然后这边 这边 等一下 好 这边也要加一个 出色 因为 那里 有剪接的地方都要对齐 所以 比较好看一点 但 你如果 就 麻烦 不想要对齐化 那 其实 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因为裤子是你在穿的 好 助增加起来 好 车的时候 车的时候都要看一下下面的布有没有去折到 刚刚有让布撕一下 所以你看 我下面的布现在跟我上面的布是一样的 好 车好之后呢 再转回去 再多车一道线 压线 为什么我要再多车一道了 因为屁股 屁股 屁股这个地方就是 人 人不可能是一直站的 就是你会坐着啊 会蹲啊 然后 或者是踩脚之类的 所以 多车一道线 只是要让它老骨而已 好 超好之后就把它剪掉啊 然后这时候呢 好 站 诶 等一下 我把它翻过来一下 诶 走 走到口 对 我刚刚说要对齐的地方就是 这里 剪 剪接的地方要对齐 诶 我看起来好像没有对齐 诶 拉一下 剪接的地方要对齐 然后 啊 这边没有对齐 诶 这里啊 看错了 这里要对齐 然后这里也要对齐 剪接的地方都要对齐 那现在我这里多的布 多的那个布呢 就把它剪掉 我不需要再留这么多的布了 然后因为 呃 裤腰它是 包在 它的缝分是包在里面的 所以 不用再去说 你要去扫布便当 对 然后这里呢 这里的缝 因为它的缝分是打开的 所以 这边 这边 要 对不可以再偷懒了 要去拿运动 然后把它运平 运平之后 再把它往下折 然后就可以压线了 那等我一下 我先去运一下衣服 好的 我回来了 我把裤腰误好之后呢 这边 这边的线 要对下面的线 就是 对 把它对齐 以前的那个 订错店啊 他们都会很要求说 上面的那个剪接的线 一定要跟下面的对齐 差一点点都不行 对 对 然后 对 那好 租针固定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位正面 然后准备来压线了 一样压 压溝底线 那看一下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车 从这里开始车 记得线 记得线是要车在 不是车在裤腰上面 是车在裤腰跟你的裤子板接接合的地方 把它拨开 要车在这里 这样子我等一下车好的时候裤腰 那个手一放开裤腰回去的话 就会把线盖 盖起来 然后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 对 你的表面没有很多线 然后摸一下你的下层的那个裤腰 看一下你又没有车到它 摸一下它在哪里 我觉得我这边好像 裤腰不够下去了 因为我一直摸 摸不到我下层的裤腰在哪里 好摸到了 所以你在车的时候就是这样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 就是 很害怕会车不到的话 噢糟糕 我的 好像对不到 对 没有对到 线没有对到 那没办法 没对到就没办法了 好 车到把线剪掉 好 我所谓的没有车到 你看这里我就没有车到了 对 然后我的线 对啊 我的线整个跑 跑过去这一边了 那 会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 我上面车的时候 有一边车 车多了 所以 这个线才会 差的这么大一段 然后这里 我没有车到的地方 也要把它压好 对 就代表我上面的线 不是车子的 是 我没有抓好 然后让它弯掉 对 不然 我的裤腰拉起来 也没有特别的紧 这里没有车好 所以再把它补测一下 然后就摸一下 你下层布 有没有在下层布 增压一下 我做有线把它挤掉 好 车好了 对 我把它车倒 好 改裤腰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对 就是这样 哎 我这里为什么 咕咕的 这里好像没有把车好 应该是车倒布了 这里有一块布 好像是 好像是我里面的 那个线好像黏到了 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好 好 改裤腰就是这样 对 我再讲一次 我改裤腰的话 都是从屁股这里 后面的这一条线开始 然后你就是把它这样子 这样折 拆的时候就是把裤腰这一块的压线把它拆掉 像我刚刚要拆掉 然后它整片翻 翻起来之后 然后你就从原本的车线这里 然后开始算你要车多少的缝分 如果你的裤子是 松了大概一寸半的话 那也就是一寸半 然后除以二 那就是你 这边要车六分 这边也要车六分 两边加起来的话 就是一寸半的 然后你就是 原本的那个车线 你看它是怎么车 因为有的人是车直的 有的人是像这个是有点车斜斜的 所以就是照它的那个 做好你要车缝的缝分的记号之后 然后看一下它的车线是怎么车的 然后再这样子 比如说大概抓一下它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 池这样子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线这样下来 连 池这样下来 然后连接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直有没有顺 如果有顺的话你就直接画那个直线下来 然后再把它车 像我刚刚这样车缝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改固腰 对还蛮还蛮简单的 因为刚好我没有要改很多 我只是改一英寸而已 如果改太多的话 你可能 如果说是 两 两英寸是还好 大概 三 宽的三英寸以上的话 你就不可以照我这个方法改 你要整件裤子都要改了 就是这边也要改 这边也要改 这边也要改 因为这样子 你裤子改起来 改起来的话 会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 那个型不会变得太夸张这样 好 那改固腰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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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